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眾品妹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蔥油餅的做法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贊,轉發,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哦 先來切一些小蔥 可以多放一些 這樣蔥香味會更濃 加大約30克的黃油 把它切小 再打兩個雞蛋 然後加入大約160毫升溫水 下面把500克的普通麵粉分次篩入 攪拌成絮狀 然後揉成麵糰 麵糰揉好後,蓋上蓋子,醒面大約20分鐘 麵糰 麵糰醒好了 我們把它分割成四等份兒 下面把麵劑稍微揉一揉 好,我們開始做餅了 把麵劑擀薄至兩到三毫米厚 撒一點兒鹽 再放一點兒油 把它刷勻 把擀好的餅切幾刀 中心的圓不要切 最後的四分之一部分不要切 然後每一片向中心折疊 最後用大片把麵劑包住 四個麵劑都做好了 放到盆裡 少刷一點兒油 讓它們鬆弛十分鐘 現在把它擀薄 擀到大約半厘米厚 放入擀好的餅 用中小火烙 底部烙至微黃 我們把它翻個個兒 在上面刷一層油 這面稍微變硬 顏色微黃 再翻個兒 再刷一層油 然後要不停的翻個兒 摔打 兩面都烙成這樣 就烙好了 你看這四張餅 黃灿灿的 好漂亮 餅做熟了 蔥還是綠綠的顏色 用這個方法做出的蔥油餅 蔥香四溢 外脆梨軟 美味多層 蔥油餅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